经常说修行呢,以见性为主 见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究竟,学到究竟 究竟是什么?究竟就是在我们的学佛当中没有受到污染 没有受到那种幻化世界的污染 然后呢,是完全是有自觉的,觉悟的心 所以呢,很多人呢,要想正图题 这个,一心一意想正图题 但是呢,都是因为不能明心见性 不能明心见性的话呢,你可能就不能达到究竟圆满 你就不能深刻的理解佛性 所以呢,学佛当中呢 因为有菩萨都有这个修正的次第啊 菩萨修正的次第呢,在这里呢,稍微跟你们讲一点知识 就是有五个二个,五十二个这个结尾 一届一届的位置 对啊 那么,见性的人呢,就是我们说超脱六道了嘛,为圣者 他出地菩萨呢,见性这个稍微比二二地菩萨呢,这个差一点 三地呢,胜于二地,四地呢,胜于三地 就这么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以见性 见性 见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见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本来面目就是我们佛陀讲的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讲的 不生不灭,达到涅槃这自信 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呢,要达到不生不灭 这个佛性 也就是说从你的本性当中 生出来的一种自信 把这个自信修出来 你就叫涅槃 所以断生死脱六道 实际上,就是你已经达到涅槃的自信了 所以呢,一念清净啊 我们说绝千古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人呢,如果清净的心啊,亦有了 对不对啊 我们说在这个 这个做一千年啊,当中啊 他是举个例子的 就是说你跟过去的一切都告别了 是这样的 因为你在学佛当中突然之间 你见本性了 实际上你就在这个人间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经常说 这个精神已经修到菩萨界了 修到佛界了 那你这个人已经不是在人间的这种人了 因为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是在人间的人了 因为你的戒门觉知啊 这个不生不灭啊 这个 这个不露 这个恶道啊 不露恶之间呢 这些全部被你 全 抵挡了 你怎么会抵挡这些 染拙的呢 因为你的本性 出来的 佛性特别的强 非常强 决性特强 所以佛是什么 佛就是觉悟啊 决性特强 所以慢慢的你就会达到圆满的佛道 见性佛道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懂得最珍贵的是什么 那我们说的就是本性了 本性是最不容易的 所以一个人能够见性成佛 那我们说这就执行是道场 所以不管怎么样要学佛需要智慧和善 叫方便 不能执着啊 很多人 特别执着 我是这样的 我 一定要 过去丛林制度这么做的 我也要一直这么做 实际上这就叫执着 任何一个法门 你如果能够到处去救人 不拘于这种形式 你就是处处是你的道场啊 对不对啊 你今天就不在庙里 你时时可修行啊 对不对啊 你不一定非要在某一个地点 某一个环境 所以在和众生沟通当中 你可以天天影响别人 你会让自己做的事情圆满 尤其你会帮助别人达到证悟 那你本身就是一个修行人 你的心才是处处是道场啊 所以我们做人没有束缚 那你已经脱离了解脱了 如果你今天再有钱 再有名 再有利 你还在烦恼当中 那你还是在束缚当中 还是没有解脱 所以真正的解脱 是不烦恼 得到这个寂静 得到这个圆满的寂静 圆距 那么圆距呢 很多人呢 都觉得 哦要死了才圆距 实际上 当你有肉身的时候 你照样可以在修行当中 达到圆距的呀 比方说你 这个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都是 能够随时控制 不要让他产生 我直 发直 那你这个人就是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就是在不断的修行和进步当中 所以人就是要学会怎么样来放下我直 去除我相 这样的话你才会慢慢的懂得 真正的究竟圆满的佛性在哪里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呢 白话佛话就跟大家讲一讲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马上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